带你来关心这起火烧车意外是发生在昨天的傍晚五点多 这地点就位在高雄市的三明区 画面中这辆保时捷经过这里的时候突然就起火燃烧 从画面中看到它的底盘被烧到变形 车身里里外外也都有烧焦的痕迹 幸好消防局出动了两车五个人在十分钟内就把火给扑灭了 一接到爱车起火车主赶紧赶到现场 因为我今天车子是给保养厂去送修保养 更换一些零件 然后下午他们车子保养完之后 他们保养厂开出来试车的时候 它就火烧车 因为我也不晓得 因为它前端的避震器坏掉 然后换了两只避震器 还有保养刹车的部分这样 原来车子在起火之前送进去保养厂维修 不让师傅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竟然就在路边起火燃烧 尽管看起来很像是底盘过热才会引起大火 不过真正的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来厘清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